好,大家好,這次我們繼續討論兩個人 一個是馬雲,一個是劉亞洲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看中國新聞,看國際新聞 首選桑普頻道 希望大家推薦給更多志同道合去看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Youtube和Patreon 很快又會一個月有結束 希望大家繼續能夠訂閱Patreon 因為Patreon的錢會撥捐台灣香港協會 支持在台港人,在台港新的事務 希望大家我們做低調舞社工作 能夠真正幫到需要幫助的人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支持我的所有的 一些發想和一些事業 也希望大家能夠看完廣告 comment like share 以及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課金贊助本日,多謝各位 據彭博社星期一 27日今日的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中國政府一直嘗試 說服阿里巴巴,即掛牌的九九八八 創辦人馬雲回國的阿里巴巴 以幫助政府展示對商界的支持 那馬雲這個磨碌 就被很多人捧為 好像中國經營之神一樣 即是說他是中國的巴菲達 中國的這個 Elon Musk 中國的這個 Jacobs 喬布斯等等 這些這樣的說法 已經是滲曉塵上很久 但我看來看去 他都根本上沒有這個資歷 看他的背景 成長背景各方面的東西 他像是一個世界仔 多於一個真是有夢的人 說出來的夢是宜 實際上做的東西是難 我不會認同馬雲是一個這樣的人 OK 他是共產黨的白手套 類似蕭建華這樣的角色 不過他玩得聰明 或者是一個幸運 去到今天都沒有落獲 什麼時候落獲呢 可能快的了 或早或遲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可以行免 如坐針尖 約魂未到 時間未到 絞肉機未轉到咬 馬雲那個刀 但不代表 馬雲不會落獲 看他先死 還是絞肉機快點 是他的生命 和絞肉機的速度在比較 那麼 中國政府一直想說服 這個阿里巴巴馬雲回中國 幫助政府展示對商界支持 不過已經被馬雲拒絕了 並表示自己已經由 阿里巴巴馬蟻集團退下來 未來會專注研究農業技術的 用香港人的說法就是 專注調理農務的 那麼在同日下午呢 中國網路馬上流傳 馬雲的國內的片段 但沒有明確的拍攝日期 這件事呢 就覺得甚囂陳述 你問我呢 我認為他到今天都未回國 為什麼要播一段片 不給日期 可能之前拍過的了 是要抬升股價 這個就是炒股用 明白嗎 快進快出單 日進單又出 立即 short sell 立即可以拿錢走 This is the key OK 不只是給他自己 是給他親信 去短炒 OK 一度升5.5% 收市都升3%左右 這個是馬里巴巴 OK 就說他回來了 哇馬上爆升價格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可能機會不大 他依然在外國 調理農務的 那報道說呢 早前中國政府 對房地產 和網路產 網際網路平台 和教育等幾個行業 嚴加監管 就是割韭菜 共同富裕嘛 打擊了民營企業的投資氣氛 其實民營企業 我就再說一次 這個定義是 貌似民營 實際上是黨營、軍營 只不過是用民間的白手套 假裝是民營的原因 隨著中國國家主席 習豬頭重新關注經濟 中國新領導班子 要重新 建立一個對商業友好的形象 一而嘗試說服馬雲回到中國 不過有消息人士說 在中國內部 馬雲已經向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 報陳表示 不要期望他會回國 不要想著他會回來 OK 另外有消息人士說 在內部 就是螞蟻集團 最終仍然會計劃上市 因為上市在紐約 紐約的地方上市 受錯嘛 受錯嘛 習豬頭要吹停 那麼他也會繼續計劃上市 但不太可能 在今年裡面發生的 但相信IPO 可以 可能剔除海外業務 區塊鏈等技術部門 和數據庫服務等業務 即將這些地方 剔除 刪除 這些有關的業務 希望可以上市了 對於這件事 中國外交部 阿里 和螞蟻 和螞蟻基金 都沒有回覆 但馬雲被傳出 拒絕回國之後 同日的下午 今天下午 中國網民 互聯網 傳達室大爺 這個網民 在微博發文 附上短片 聲稱疑似有人 在杭州 文一路 的隧道 裡面 目擊馬雲 寄生捕 這樣說 不過 沒有清楚指出 拍攝日期 編段上只有26秒 可見馬雲在車上不時 和身邊 和坐在前面的人交談 今天據報 有哪些人 根據中國媒體 《科創辦日報》 第八一 獨家報道 聲稱已經向 阿里巴巴相關人事處 確認 這車裡面的人 分別就是馬雲 阿里巴巴集團 董事會主席 兼首席執行官 張勇 以及阿里集團的 資深副總裁 邵曉峰 但再說一次 就算這個《科創辦日報》 第八一 獨家媒體和證實 都沒有確認到 時間點 他只知道這三個人 就是馬雲 張勇、邵、邵曉峰 但沒有說到 什麼時候拍 OK 有地方 有人物 但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作證 三年前 馬雲批評 中國監管機關 指國有銀行 當普思維 並呼籲 新參與者大膽 向抵押品 貧乏的民眾 提供信態之後 馬雲一度消失在公眾視野 此後 馬雲金服和阿里巴巴 面臨一系列的監管 中國監管部門 在前年 2021年 取消了馬雲金服 370億美金的IPO 即是首次公開發行上市 並且指控阿里巴巴 違反反壟斷法 罰款破紀錄 達到28億美金 過去三年 馬雲曾經被目擊出現在 日本、荷蘭、西方等地 現在繼續在日本、荷蘭、河蘭 或者其他國家調你龍武 看看他怎麼調出什麼 你可問一下他調什麼龍武 當然就是避債 避風頭 走 撞得出去 再回去 真是很奇怪 這件事 尤其他的風險是極大的 不是充公他 不是抄家那麼簡單 是殺頭 欲家知最可惡無恥 你看香港你就知道 馬雲 他不是資本家 他是白手套 你搞清楚 那麼這個白手套 最後來會怎樣的後果呢 一定不能 即不含不忍觸道 這個就是我們的看法 另一個值得說的人 就是這個劉亞洲 劉亞洲 基本上就是看到香港明報 其實在星期六、二十五日 引述多方消息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前政委 有空軍上將軍銜的劉亞洲 這個都是所謂的太子黨之一 他以前跟劉元、劉亞洲各自有不同的一種情況 你看到他自己也有相當多的顯赫地位 他的太太 就是前國家主席李仙廉的女兒 李小林 OK 即是他的 是一個這樣的身份 所以一直都叫做 紅二代 因為是李仙廉的女婿 即是他的女兒 李小林的丈夫 所以就說 劉亞洲一定是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所以 尤其在鄧江湖的時代 沒有侮辱他的 給他一些位置 給他做 給他發表一些書 在香港都賣過 劉亞洲 論什麼世界局勢 說到 鬼死那麼白癡的 這些卑之無甚高論 就不需要太認真他的論述 只不過是說 他就致命有這樣的本事 符合你講那些話 好像以前劉元一樣 劉少奇的兒子 劉元 也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李仙廉的女婿就是劉亞洲 尤其也有這樣的表現 各個都想說 一方之雄 就好像明朝以前 不同的燕王 燕王的什麼 什麼皇室的東西 他有這個人在這個地方 是皇帝的敵人 潛在敵人 萬一你在軍中有些少許厚望 或者人家軍中的人 利用你 來作為一個招牌 來反我的時候 怎麼得了 需要將這些露了 鋒煌的人 整走 是所有極權者 獨裁者 皇帝 必定會做的事 那麼 有空軍上將軍行的劉亞洲 就是 說 因為 身陷要案 被指涉嫌基金會 協會 等 名義 罪臉 巨握財富 那麼 因為涉嫌 嚴重 經濟貪腐問題 或將被當局 重判死刑 換其兩年執行 即是死判 刑罰的 即是說 找他一生 OK 那麼 至於他的太太 就是平安 就是李小林 不受影響 就是刀劉亞洲 就不刀他的太太李小林 那麼劉亞洲 對上一次公開露面 如果要翻查紀錄 已經到2018年的12月25日 中國坊間傳出了一段影片 劉亞洲和幾位朋友 在廣西 南陵 一家小店裏 他做暴龍哥的位 就是慶祝聖誕節 他說今天是12月25日 今天是12月25日 是聖誕節嗎 還問了兩次 是聖誕節嗎 擺明是替習近平眼明 我記得18年之前一段時間 習近平一直都說 不可慶祝聖誕 只能慶祝無誕 12月26日的無誕 聖誕是西方式的節日 中國不慶祝聖誕節 我們擺明 在這個地方說到 在南陵沒有達官過人在 但是他有最美味的味道 他說有些東西看上去 很光鮮亮亮 實際上是金玉其外 敗水其中 然後又說聖誕節 你說這麼多東西 不就是句句話 衝著習近平來 你暗示習近平金玉其外 敗水其中 表面上的人 實際上是豬 表面上的人頭 實際上是豬頭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諷刺他 當然他沒有說明是這樣 沒有指明到死習近平 你這樣的方式 確實是低級和高級黑 所謂何事呢 聖誕節這三個字 都不會說得出來 尤其這個是 空軍上將 劉亞洲 李先念的女婿 說這些說話更加離譜 當中他提到 已故軍委副主席 除財 抗議看到他之後 撥一撥除財口出來 撥一撥他 這樣就完 你看看這些就是共產黨人的 卸責的表明 這種所謂的表現方式 明報就預計他將會受到重盤 劉亞洲在任職國防大學政委期間 主要是江澤民 普金河的時期 坊間多次流傳 據說是他撰寫的分析報告 指出中國軍事實力遠不如美國 也多次提到美國制度的優越性 因此被外界稱為軍中所謂的開明牌 所謂? 沒有意思的 有些台灣的評論人 依然認為 中國共產內有手的開明牌 我們要拉攏他們 事實上 一 已經不存在 二 你拉到的都是假開明牌 三 你這樣的做法 就算你拉得到 你任何的東西 即是自己 在這裡打飛機 我不認為是會對於 整個大共會有什麼幫助 劉亞洲二年七十歲 安徽宿縣人 六八年參軍 七二年 在武漢大學外語系 英文專業學習 七九年 任職空軍政治部聯絡部的干事 八四年底 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理史 九七年起 劉亞洲先後擔任 原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 原成都軍區空軍政委 和空軍副政委兼紀委書記等職 09年12月 任國防大學政委 17年初退役 劉亞洲退役之後 對習近平的宣言宣語 就越來越多 那當然了 滿腹勞蘇 勞蘇太盡防長短 這個就是 毛澤東的詩 勞蘇太盡防長短 那結果什麼呢 劉亞洲被捕了 他捕給第一個 以前呢 宣戴五一開始 一直到很多很多的民企老闆 一直這樣落 你一看到呢 誰能夠說一些 誰會說一些 今上不願意聽的說話 豬頭不願意聽的說話呢 他就要你消失 你那句說話 就叫聽不道的說話 找女方唱一首歌給你聽 什麼叫聽不道的說話 劉亞洲復役時候出了幾多個作品 即是他是作協歷史 要叫做文武全才 兩代風流這篇這樣的作品 就獲得第一屆國民解放軍 解放軍八一文藝獎 報告文學 惡魔導演的戰爭 獲得全部第三屆報告文學獎 另外有劉亞洲軍事作品經典 其實這些東西呢 三宗箱我不知道 還有沒有擺出來 可能呢 一見劉亞洲 可能被捕 就馬上拔拔拔走 所以要買的趁早 等於是你買了之後 你先別說我不說你 煽動刊物 劉亞洲軍事作品經典 有幾拆的 假設它有四拆 一本就是一連 四本就是四連 那你坐四輪 如果分期執行你坐四輪 同期執行坐一輪 管有煽動刊物在香港 煽動刊物是什麼 劉亞洲軍事作品經典 你先拘捕你 你跟官方解釋 解釋不到 五淑娟幫你解釋 是 那你就拘捕 這個就是現時的香港 所以我就說很可怕 那你想一下 中聯版的倉庫 有沒有管有 這一本 劉亞洲軍事作品 那你說以前不煽動 現在突然煽動 是 沒錯 那你一百年都不是煽動 一九年都可以煽動 隨時說你煽動就是煽動 得作 劉亞洲軍事作品戰爭 因為劉亞洲這個人很討厭 於是甚麼都可以煽動 所以你說 共產黨是否已經 坐定奪路 即它已經橫行無忌 不會跟你講這麼多 這些道理 所以從馬雲的例子 跟劉亞洲就覺得甚麼呢 馬雲有機會 輪出去 就不會輪回去 是不是 在中國有待驗證 但我估計它在海外的機會極高 劉亞洲被抓的機會也極高 那 就是一個叫震懾的效果 就是說 誰肯去批評習近平 只要找到證據 曲筆也好 直言也好 直言的 你不是董耀琦 把你拉去那個地方 或者 就是 逼你吃猛仔針 弄死你旁邊的人 這些地方已經是 非常可怕 劉亞洲被重判是因為 你這個人 嘴巴不收 好像任志強一樣 嘴巴不收 當然要抓到你 判捉你這麼多年監 嘩不得了 如果判死緩的話 就證明它不得了 死緩是等於政變的狀態 甚至沒有政變 要死刑就可以 OK 你說徐才厚那些 所以我想 那一段影片 聖誕節那段影片 可能是其中一塊 斑倒他的賭草 我也都不認為 他曾經發動過什麼政變 因為他沒有軍權 他軍中的勢力 幾乎是一些朋友關係 多於一些可以指揮 命令的關係 所以你說 你祈求共產黨裡面有列變 不如祈求上帝的安排 是 蘇聯時期 布里茲涅夫 整個軍隊 整個黨 整個政 都是由一個人 就是布里茲涅夫控制 但是他一死了之後 就開始崩 OK 之後你看到 哥巴賊夫 是 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都是 倒掉的時候 他撿了個威涅 以為如坐針 像李登輝一樣 最後 就做了蘇聯的李登輝 結束了蘇共 就是 有幸運的 哥巴賊夫 哥爾巴喬夫 或者 哥巴賊夫 哥巴賊夫 其實哥巴賊夫 是最好的翻譯 廣東話翻譯 哥巴賊夫 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人物 中國有沒有這種人物呢 沒有 到現在看沒有 就是你看回 這個 布里茲涅夫時代 是沒有 什麼叫布里茲涅夫 你自己上網 找Google OK 就是在 斯特林之後 就是這個 哈勒雪夫 就是哈勒曉夫 哈勒曉夫 就是台灣叫哈勒雪夫 大陸叫哈勒曉夫 就是中國叫哈勒曉夫 之後就到這個 布里茲涅夫時代 布里茲涅夫時代 是最極權 最濃郁 最沒有紛爭 不會有很多派在那裏 但是這個時候 就開始離流 開始 所以 共產黨那種 所謂的岩辯 其實很類似 所以 會不會中國 會 好像蘇聯那樣崩解呢 我不太樂觀 因為呢 蘇聯起碼有一個 有宗教 有 神秘主義 也都有所謂的 對於 上帝的虔誠 那麼他有很多奴性在裏面 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到現在都是 大部分的俄羅斯人支持普京 正如現在大部分的中國人支持共產黨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去裂變很難 但是世事誰說得準呢 所以我就說 不需要過度預測 什麼時候會倒 你要溫泉善念 溫泉希望 溫泉良知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等運到 光明始終會倒來 有這樣的信心 才能夠 克服到未來的困境 時間會很長的 你要這樣的心理準備 所以大家要安居樂業 找一個自己值得去奮鬥的地方 好安居樂業 我再提醒一次 台灣的人 如果不是想想想 跟台灣共存亡 同賭一命 一起去奮鬥的決心 每個人想著什麼時候要走 我會覺得 你留不如去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現在歡迎你 定時我不知道會不會歡迎你 喂很簡單 你來這個國家 都對這個國家沒有承擔的 for what 我來這個國家 我來生活而已 我不是為這個國家奉獻的 你什麼國家 什麼紳士內白癡 這種這樣的態度去看東西 為什麼每一個國家都看不起 那些所謂的香港人的原因 你只是想拿好處 而不想付出 那誰會看得起來呢 香港沒有軍隊 沒有主權 你用這個框架去思考 每一個國家也有荒謬 各個國家都有軍隊有主權 它有它的敵人 它有它的國防危機 台灣的危機更加深重 我選擇在台灣 就是同賭一命 共同戰鬥 有很多老人家都想著 想做民防 老人家的 前輩們都想做民防 留在這個地方 拿到身份證 我覺得非常恭喜 但有一批人 他不是這樣想的 那你想一想 當你沒有這樣的意識的時候 我不會逼這個意識 你要有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覺得沒辦法留 只是想拿小確幸 只是想便宜 正生活 一有戰爭 立即撇的那些 那你很難怪台灣人 看不起這些人 你想一想 所以我再說一次 真是想成為 跟台灣人 共同並肩戰鬥的人 才選擇做國民 否則你就做居民 做金卡 沒問題 但你不要做國民 國民什麼國民 就是護照身份證 那護照身份證 是方便 是文件 這個不代表我要效忠台灣 屁 就是 沒得選擇 你來這個地方 你拿得的 你就要效忠台灣 就是我覺得很基本原則 這一點才是最核心的部分 這個部分不解決 什麼部分都解決不了 OK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三部門 到我們下一次再講其他議題